現在來到這個Lamco 嘩,這裡很大 嘩,很大 OMG 一進來的地方,我男朋友就問我拿了一萬yen 他說他要有些錢拿在手 我不知道他打算在這裡怎樣買 但看來他已經很有目標地走到前面 我不懂得玩的 嘩,只有30秒 我拿在後面 真的不好 再給100yen 真的要套住這裡 話說最後我們還是夾不到公仔 我們就去了Bandai Lamco裡面的 Ichiban Kuji Ichiban Kuji就是日本流行的一種 彩票遊戲 通常是跟一些動漫、漫畫相關 玩家其實會買一張 或者多張的彩票 以獲得贏取獎品的機會 其實獎品通常是放在一個很大的玻璃櫃 玩家是需要隨機抽一些彩票 以確定他們會獲得哪一個獎品 其實價格是由幾百yen 到幾千yen不等的 你想抽什麼 還有一隻B 對,可能就是你的 B,C真的是我喜歡的 B,C?要不要試試抽抽 十幾分之一的機會 其實也有機會 十幾分之一 不是,十幾分之二的機會 對 你在看什麼 這隻東西值幾錢 我們不打無謂的賬 在他想的過程中,我們先看看另一邊 什麼鬼啊 這個 這個也很搞笑 B,B Sit up,但是用來托筷子 這個是什麼 喂呀 哈哈 是白色的 即是這個 白色後面是什麼呢 看不到 我後面全白 哦,即是第一隻 對 很搞笑 這個很醜 這個 不同的熟度的蛋 抽三下 他用了2370yen 抽三下 出發 出發 是K Ello 首先選一份L獎 然後就是選兩份K獎 謝謝 小腿不滿 這個很漂亮 這個是掛在牆的 這個也挺高質的 這個 不是啊 蠻漂亮的 但質素都蠻好 你要多抽多少抽啊 3抽先 H耶 抽到B啊 又多一份K獎 選多一份H獎 哇 哇 興奮的背影 你看他輕挑的腳步 然後職員就給了一個大袋 我們就把所有的獎品放進去 謝謝嘛 你真的要試嗎 其實我真的要試 嘩 轉眼間我們就去了Amoon Plaza裡面的Maroon Sand書店 我跟自己說 再買書會超重 哈哈 你去了什麼啊 一些素材書 香港找不到 我試過上網搜尋 我打算不買這本的 因為很厚 但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一些素材 很有參考價值 這些都是一些參考書來的 這個呢 它講解Logo Design 它有一些位置很詳細 真的值得學一下 學一下日本的設計 怎麼這麼漂亮 做得這麼精準 超重 哈哈 先生先生 你買什麼 嘩 我讀得點 你為什麼在這裡 露出滿意的笑容 我哥買的這套畫賊 那個動畫是叫做 《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者當時》 其實它是一部日本的輕小說作品 之後呢 亦都被改編成為了動畫 漫畫 遊戲 等等的形式 故事的主人翁呢 就是叫做 《Rimuru Tempest》 它是一個很普通的上班族 因為它不幸被刺殺 而轉身去了一個奇幻的世界 而且成為了一粒史萊姆 在這個世界裡 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和生物 然後學習了一些新的技能 逐漸就成為了一個 受人尊敬的領袖 這個 這個是它變成人形的樣子 其實它是真實的樣子 真實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來到 位於九州最大的雙圈天神 這個天神地下街 就是全場大約600公尺 裡面有超過150多間的店舖 大多數以女性服飾 accessories 生活雜貨 或者是甜品美食為主 非常之適合喜歡逛街 和喜歡吃東西的你 然後我們就來到一間叫Paco的百貨公司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適合年輕人的商店 我們就選了去地府一樓的其中一間榴彈店 再抽這個多拉A夢 咦 你抽到叮鈴 嗯 中了 多了所以給我 又是這個五等份的花餃 最喜歡的食證 UPS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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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一大 這裡是Book of Super Baza 它是一個大型的二手商店 我們一走進去 已經看到有很多的figure 公仔 遊戲卡 擺設 鑰匙購 包羅萬有 說得出都有 如果你本身是非常之喜歡動漫的話 這裡呢 我相信大家是可以當是一個尋寶的地方 你看到一些二手的figure 其實都是保存得非常好 非常乾淨 還有價錢都很相宜 兩千元 兩千元很便宜 兩千元很便宜 百多元 然後我們去Joker 來到夾figure 夾極都是夾不到的 球刺膠 這裡就是立不小心專賣店 其實全日本有八間店 東京站 月谷 大阪 深齋橋 仙堂 雜房 沖繩 我們就來到福岡天神裡面的其中一間分店 好可愛 是幼稚園的書包 然後會看到不同款式有很漂亮的手信 漫畫 很多漫畫裡面不同角色的毛公仔 環保袋 很多各款各式的物 如果你是立不小心的粉絲 就記得要來這裡看一下 嗨嗨啦